这是沙生丸有史以来身体第一次受到压制 他万万没想到白灵山的结界竟真的这么强 那股圣洁的灵气就连他也没法靠近 看来奈洛确实没道理躲在山里 于是他也开始掉头转路 但就在这时 灵却忽然看见了琥珀的身影 然后好奇之下 灵直接就跟了上去 此时斜剑虽想阻拦 可白灵山的结界对妖怪极其不友好 斜剑追赶上去时差点就被净化掉 就这样 一道结界把他们彻底隔离开 灵此刻独自一人尾随琥珀 很快就追上了琥珀的步伐 但是却是来到了奈洛欺身的潮雪 煞世间 一群凶猛的妖怪发出一阵阵吐息声 琥珀见状 赶忙叫灵悄悄离开 静静 在琥珀的掩护之下 灵安全地离开了这个满是妖怪的洞穴 然后回到沙生丸身边后 立刻将白灵山里有妖怪的消息说给沙生丸 沙生丸一听 顿时察觉到了奈洛的诡计 奈洛这是在玩瞒天过海 所有人都认为他绝不会在白灵山里 但他就偏在白灵山 就这样 沙生丸这边彻底掌握了奈洛的踪迹 奈洛知晓后 赶忙派出独虫呼喊七人帮回来救援 但是还来得及吗 七人帮这边此时正跟犬夜叉众人打得如火如荼 蛮骨老大对上犬夜叉 炼骨对上钢牙 蛇骨对上珊瑚 睡骨对上弥勒 银骨对上云母 每个人都安排上了合理的对手 顷客间 大乱斗直接爆发 各自都挥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 现场陷入一片混战 但就在战斗即将爆发出大规模波动时 奈洛的独虫来了 煞世间 独虫把极客召回的消息说给七人帮每个人听 蛮骨知晓后 极客转头向犬夜叉告别 欲就此离去 但下一秒 正当他要离开时 犬夜叉直接一个风之伤挥出 刹内间 几道刀锋立刻向他挤齿而去 情急之下 他用蛮龙大毛抵挡 但似乎无济于事 伴随着黄色的刀锋席卷了过 此刻不仅房屋坍坍 就连地面也被刮出了几条百米大缝 整片区域寝客间就剩下了蛮龙大毛 全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 但正当所有人都持着怀疑时 答案揭晓了 此时蛮骨不紧不慢地从大毛背后冒出 原来蛮骨是用武器帮自己抵挡了全部伤害 不过尽管如此 犬夜叉的绝招也一样不容小觑 因为大毛已经裂开了一条痕 于是蛮骨剑壮 赶忙带着兄弟们立即撤 刹内间 战国坦克再次启动 阿里剑壮 立即拉起破魔之剑阻止七人帮离去 但是下一秒 剑之没射众人 自己的所属之地却是被银骨划开了一条深渊 在这紧急关头 犬夜叉赶忙跳下救起他 然后继续乘胜追击 但是犬夜叉还未追出城堡 刹内间 一道石壁直接冲天而起矗立在他们眼前 随后奈洛在石壁中直接现身 钢牙剑壮 立即冲上去 因为卫族人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 但是他压根连碰到奈洛的机会都没有 顷刻间 还未等他冲至奈洛跟前 奈洛直接就化成了一只触手大怪 无数的触手纷纷洗下 犬夜叉见识不妙 立即施展出风之伤 迅冷的黄色刀器游如雷霆之势 贯穿奈洛整幅身躯 最后眨眼的功夫 直接把奈洛化为粉碎 看来这是个傀儡分身 而且这句傀儡与之前的有天壤之谜 因为他很干净 一点污秽之气都没有 反而飘出了一股淡淡的清香 像是水和花的味道 难道奈洛用了香水掩盖臭气吗 他们一脸难闷 而此时逃离的七人帮已和奈洛这边接上了头 神无掏出一面镜子 在镜子中照射出杀生丸 没错 奈洛吩咐七人帮的下一个任务 就是绞杀杀生丸 拿着镜子的神无 立刻毫不留情地开始打脸 表示蛮骨再打下去只会死 因为蛮骨的毛是打不过犬夜叉的刀的 蛮骨一听 瞬间满脸气愤 神无健壮 看他如此执着 于是干脆让他变得更强一些 表示他的蛮龙大毛还可以更厉害 而这个变强的关键就在于 他的好兄弟炼骨身上 因为炼骨私藏着 从阿里那拿来的四魂之玉碎片 就这样炼骨无奈之下 把碎片通通交给了大哥蛮骨 蛮骨拿到碎片后 直接把碎片全部摁入毛中 请客间 蛮龙大毛立刻迎来了史诗级的增强 他全心全意地服务世人拯救世人 然而他却非死不可 被人类生生地给活埋 原来白心上人才是犬夜叉中最悲催的人物 百年之前 白心上人曾现身世间毫无迷惘地救了很多人 当时战火纷飞 疫病爆发 饥荒闹得到处失衡遍野 哪里都是王海 出身佛门的他看不得这番景象 他希望能以自己的力量挽救一下这个事件 毕竟佛门中人当怜悯众生 于是碰到袭击村子的坏人 他秉持包容之心 碰到缺粮的百姓 他送上食物果腹 就这样 在他的慈悲之下他救活了很多人 但就在这天 在他试与世人援助之首时 自己却倒下了 这一日太阳极其的猛烈 他那心泪憔悴的身体 因扛不住烈日的照耀 直接当场倒下 村民们见状 全部聚集过来悲叹哀哀伤 纷纷表示要是白心上人去世了 他们该怎么办 谁会继续拯救他们 请客间 各种细声细语充斥着整个屋子 犹如一声声怨言遍布着每个角落 于是白心上人为了安抚住村民们的情绪 直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牺牲自己化身活佛 永远保佑着这片土地的人 而村民们也毫不挽留他 即刻按照他的意愿将他埋入土中 因为所谓的活佛 就是将活着的僧人葬入土中 然后只留下一根竹筒 将僧人与外界连接 让僧人自然离世 就这样 白心上人为了保佑村民 亲自被村民们送入了黑暗的深渊 此时他的手里拿着一个铃铛 他一直不间断地摇晃 这是为了在铃声停止之时 好告知外面的人他已死去 因为大家都在外面祈祷 希望他能顺利原谨 但就在他窒息即将迎来死亡时 他后悔了 这是他心底里第一次悔恨席卷心头 生存的执着与对黑暗的恐惧 让他无比害怕死去 因为他自己全心全力地服务世人 可为何他却要非死不可 他不明白 他不理解 怎么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他 就这样 他带着悔恨和不解死去 随后虽然他的王还被村民们奉作了活佛 但他的灵魂依旧没有得到救赎 长久以来一直留在黑暗之中 最后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 他方才得到解脱 这天 一股浓厚的妖气从白灵山掠过 然后静止落到白心上人被供奉的佛堂中 耀眼的紫光瞬间照亮整个黑夜 此时负责看守佛堂的村长察觉不妙 于是即刻回到家中拿出禅杖 然后立刻奔往湖中小岛上的佛堂 但是以为是已晚 此时白心上人已与奈洛会上了面 还被奈洛西起了脑 就这样白心上人彻底卸下了心中的慈悲 开始与奈洛同流合污 在白灵山撑开结界 庇佑奈洛养伤 但随着犬夜叉一行人的到来 他们的合作很快就藏不住了 因为与七人帮一战后 犬夜叉一刀砍碎了前来掩护的奈洛分身 然后在分身身上闻到了水味和花香 此时犬夜叉众人已经顺着味道 即将来到佛堂所处之地 他是犬夜叉中公认的最强人类 不仅拥有着大妖级别的实力 而且还掌握着七枚四魂之玉碎片 他就是七人帮首领蛮骨 在被奈洛召回对付沙生丸时 他从炼谷那拿来了 从阿黎身上夺得的四枚碎片 然后直接一掌摁入自己的蛮龙大毛中 煞世间 武器迎来了史诗级的增强 加上他体内容内着三枚碎片 现在他的实力已经经非西比 于是为了一起拿下沙生丸犬夜叉两兄弟 他立即开始分配任务 他有着绝对的把握 一人就能拿下犬夜叉 于是分配完成后 他即刻跟随着琥珀前往湖泊圣岛 因为那是犬夜叉众人的目的地 那里有着先前奈洛分身的水味和花香 所以犬夜叉肯定会去 就这样 他们开始提前抵达守株待徒 而此时的犬夜叉众人 也正在向圣岛逐渐靠近 一起陪同的还有着 看守圣岛村长的儿子星太郎 因为先前奈洛到来时 村长曾连夜前去圣岛查看情况 至今一直了无音信 所以星太郎作为儿子很是交集 于是这次便跟着大部队一起过来 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圣岛时 船却是突然触跤了 直接如喷泉般的涌入湖水 犬夜叉健壮 干脆跳过去 于是立即抱着阿黎和星太郎向圣岛跃去 但是越往里就却越感觉身体不适 这里仿佛有着和白灵山一样的结界 看来这定是有人所为 岛上也许有着答案 于是犬夜叉立刻紧咬牙根跳到岛的中心 顷刻间 一股水位与花香扑鼻而来 与先前奈洛分身所散发出的一模一样 看来他们没来错 而就在这时 岛上的白星上人佛堂也出现了 星太郎见状 立刻急匆匆前去查看 因为父亲有可能在里面 然而他的父亲早就死了 此时他跑着跑着 突然被什么东西绊倒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一副骷髅在穿着父亲的衣服 他立刻被吓得难以接受 但犬夜叉中人一看 却是感觉这里面有着什么猫腻 因为星太郎父亲来这岛上不过区区半月 就算当天晚上死了 那这化成白骨也太快了些 看来这岛上除了耐落 也许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于是犬夜叉打算即刻进入佛堂一探究竟 但就在这时 还未等他们进去 堂内就开始出现了动静 一股强大的雷电突然袭出 他们惊慌之下赶忙躲避 但下一秒 蛮骨又袭了过来 犬夜叉健壮 赶忙上前招架 顷刻间 两人猛烈的战斗即刻爆发 这一次 蛮骨不再被犬夜叉压制 在武器有了四魂之玉碎片的加持下 蛮骨的力量已堪比妖怪 于是蛮骨开始一路狠打狠压犬夜叉 犬夜叉见识不妙 虽想到了用绝招风之伤继续制敌 但在这里 他的力量已经被限制住了 他全力挥下的铁碎牙指 刮动了附近的花朵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 有的只是花瓣飘过的萨萨声 原来 是因为这座圣岛进化了铁碎牙的妖力 而蛮骨虽然是邪恶的亡灵 可本质上来说终究是人类 所以比起身上流淌着妖怪血液的犬夜叉 蛮骨受到圣岛的影响几乎没有 拿到优势后的蛮骨开始发起最后的进攻 他先是把犬夜叉一刀砍飞 然后继续追击 是要三招之内秒掉犬夜叉 一旁的新太郎见识不妙 赶忙撒开阿里的怀抱去寻找白心上人帮助 因为白心上人是慈悲的和尚 定然不会见死不救 就这样 新太郎一路奔进了佛堂 但是却惊奇地发现 白心上人的佛像不见了 这里留下的只有父亲来着圣岛时所持的产照 一时之间 种种疑问涌上心头 最后赶来的阿里见状也是一脸的疑问 难道奈洛来这岛上是为了吃佛像吗 阿里想不通 于是赶忙去将这个消息告诉尼勒珊瑚 尼勒一听 顿时意识到了这座岛上的结界也许不是人为的 看来犬叶叉还有救 只要他能找到这个结界的中心病破解掉 那铁碎牙的妖力限制就会被解除 犬叶叉的风之伤自然也就能挥出 于是想到这 尼勒立即行动起来 他直接从口袋中掏出几张福禄 然后摁在七宝额头挤压几下 再把福禄挥出 这么一撒 相信定能很快找到结界中心 因为结界一直都在排斥着妖怪 对于带有七宝妖气的福禄 应该会做出反应 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有张福禄七反应了 弥勒健壮 赶忙放下七宝即刻前往结界中心 果不其然 这个结界是一个法器在支撑的 并不是人为 于是弥勒赶紧抓住机会 直接一仗击下 请客间 保护法器的小结界开始一点点破碎 但就要成功破掉时 弥勒还是失败了 一旁的新太狼健壮 提议两把缠杖一起击打 这样也许成功率高一些 于是他们即刻合力一起 两把缠杖一起击下 终于 结界要开始被击破 伴随着一阵风起起后 结界中心瞬间粉碎 法器失去了效果 与此同时 整个岛上的花朵 也请客间烟消云散 立刻陷入一片荒芜 花全都消失了 但值得高兴的是 抵触妖怪的神圣结界也消失了 此时铁碎牙的妖力满血恢复 煞时间一股古刀风起卷刀身